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的回复 引发了更大范围的差评 近日 陈小云在接受媒体群访时对此事做出了回应 他透露自己在节目录制期间就已经和荣祖儿把矛盾解开了 之所以会说出回对网友的话是因为网友骂我爸妈 骂特别凶 所以半夜就上头了 就回复了 吸取了这一次情绪失控带来的教训 他还忠告大家 凌晨4点之后就不要刷手机了 情绪特别容易失控 谈及今年参加《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二季 陈小云非常开心 有一个舞台可以让自己重新跳舞 并表示 我觉得我能成团 面对外界对于自己感情生活的关注 陈小云说自己并没有觉得困扰 当被问能将事业和感情平衡好吗 他回答道 我觉得事业和感情都是需要考虑的 觉得自己能成团 被张星宇的努力所打动在节目里最开心的瞬间是什么时候 到目前为止最后悔或最遗憾的是什么 陈小云在节目里最开心的瞬间就是我们有一次公演第一名 然后全员晋级 然后最难过的就是每一公友 我的姐妹们走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难过的 你起初是在破浪组的 后来到了乘风组 你觉得这两组之间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更换了组之后 心态上有哪些变化 陈小云 我觉得这两组没有什么不同 因为我到了乘风组之后就没有安全组了 大家都是会面临淘汰 所以我的心态一直都是一样的 你来到节目的初衷实现了吗 如果成团以后对自己的事业会有更多规划吗 陈小云 我来这个节目的初衷实现了 因为小时候跳了那么多年的舞 然后一招转行 现在有一个舞台可以让我重新跳舞 又跳这么多种我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的舞种 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开心 成团业就要来了 你想成团吗 预测一下哪些姐姐能够成团 陈小云 成团业就要来了 谁不想成团呢 当然想成团了 预测一下哪个姐姐能成团 我觉得这个我预测不了 但是我预测一下我自己吧 我觉得我能成团 哪个姐姐的闪光点打动到你呢 陈小云 来这个节目 大家都非常努力和拼命 我当时二宫的时候有跟张星宇合作 我看到他就是不睡 然后也不吃饭 为了公演付出的我 觉得还是挺打动和感动人的 对网友是因为情绪失控 可以接受外界对自己的争议 你在姐姐2的舞台上 呈现出了非常多的造型 尤其是那一套国风漫画造型 许多网友都被圈粉了 也凸显出了你的好身材 但同时 网友对于你的评价 大多也局限于外貌和身材 对此你怎么看 陈小云 网友看到的 更多的是我的身材 容貌 造型这一点 说实话 我觉得挺好的 因为我来到这个节目 就是想让大家看到 更多面的一个陈小云 以前在影视界里 看不到多面的我 其实也蛮好的 你之前有在其他的节目里说 小时候特别努力地练舞 但因为过度劳累得了哮喘 为了变美 也忍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剧痛 你是否曾经有过容貌焦虑呢 陈小云 其实每个艺人 多多少少都会有容貌焦虑 毕竟我们要靠脸吃饭 要在镜头前让大家喜欢我们 所以小时候 我是有容貌焦虑 但是这两年 我发现我在诠释很多角色的时候 并没有在意当时 自己到底是怎么样的 重心点放在了 我怎么诠释这个人物 然后呈现出来的效果 就是大家都记住了我 这个人物演得很好 这个人物可能在某一个状态 不是很好看 但是大家记住的 就是我演的这个角色挺好 起码它的闪光点 让大家觉得我很美 对于现在的我来说 容貌焦虑 已经不是一件 值得考虑的事情了 之前因为和祖儿姐姐的分歧 你受到了很多网友的攻击 当时你有回复网友 惊疼祖儿多去她那里刷热度 但这句话 好像有被曲解 你最开始说这句话的本性 是什么 被误解后 是否会觉得委屈 陈小云 我和祖儿姐姐之间 其实在结 and 她走了她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